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发表最新议期,2023年,台湾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回顾报告,在晶圆代工和机体电路IC封装测试方面。2023年,台湾均位居第一。 报告称,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晶圆代工市场上保持优势地位,其产值知识占率从2022年的55.4%,提升至2023年的58.9%,并在2023年第四季达到61.2%的历史高峰。 报告指出,而在全球晶圆代工方面,台湾产值为800亿美元,占全球77.9%,在IC封装测试方面,台湾产值达到187亿美元,占全球产值的52.6%,此外,台湾在IC设计之产值为352亿美元,占全球21.3%,名列第二。 报告称,台湾居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欢迎新加坡与各国半导体厂商到台湾投资合作。 随着晶片制造工艺逐渐接近物理极限,先进封装技术成为提升运算效能的关键。 晶片制造商与记忆体大厂积极合作,共同开发晶片封装解决方案,以满足未来AI对运算能力的庞大需求。 在AI需求爆发之下,CoreOS已成为目前主流封装技术。 台积电以合理的成本,提供最高的互联密度和最大的封装尺寸。 由于目前几乎所有HBM系统都采用CoreOS,并且所有AI加速器都使用HBM。 因此,市面上领先的数据中心GPU多使用台积电CoreOS封装,带动HBM厂商SK海力士。 三星亲访台积电,视为导入GPU大厂重要窍门砖。 HBM和CoreOS技术互补,HBM的焊盘设计和短走线要求,需要CoreOS等2.5D先进封装技术来实现。 通过3D堆叠和2.5D先进封装技术,以TSVMicroBump实现晶片间垂直方向的互联,大幅增加Io界面数量,提高记忆体频宽,再通过2.5D CoreOS封装和AI算力晶片结合,充分释放算力效能。 其中,挥达的H100即采用台积电CoreOS封装,将H100GPU与6个HBM堆叠。 台积电法说会指出,CoreOS先进封装产能持续吃紧,2024年产能目标翻倍以上增长,仍不足以满足客户需求。 三星同样投入2.5D封装技术,内部命名为iCube,借此争取从HBM到后端封装的一站式服务,包括挥达、AMD等都是积极锁定的客户。 不过,几乎所有的AI创新者都与台积电合作,以解决对节能运算能力永无止尽需求的AI相关需要。 SK海力市与台积电合作密切,双方近期更签署MAR,计划于后年投产HBM4。 三星电子联系执行长庆贵贤,也于近日亲自拜访台积电,推广自家最新高频宽记忆体HBM,希望借由台积电采用,打入更多GPU客户。 对此,台湾供应链则乐见其成,随着国际三大厂往HBM发展,台积传统DDR产能渴望受贿。 OEM、ODM则有望在多元竞争下,取得更有竞争力的HBM产品,同样有利于供应链发展。 台积电AI业绩寒冲 法人看好,受惠全球云端预算大涨加码,AI投资,顺势带动客户疯狂下单。 台积电今年,AI营收将首度突破百亿美元,基于3,250亿元新台币,创新高,成为全球AI热潮的大赢家之一。 对于AI营收相关议题,台积电表示,有关公司对市场需求的展望与预测等讯息,请依法说会分享内容为主。 台积电于4月的法说会中指出,看好四伏器、AI处理器今年贡献营收将成长超过一倍, 占公司2024年总营收十位数低段,low teams百分比,预期未来五年四伏器,AI处理器年复合成长率达50%, 2028年将占台积电营收超过20%,台积电高度看好,AI后市,总裁魏哲嘉于4月的法说会上修AI订单能见度与营收占比, 其中,订单能见度从原本预期的2027年拉长到2028年。 台积电强调,几乎所有的AI创新者都正与台积电合作,以解决对节能运算能力永无止尽需求的AI相关需要, 估计四伏器、AI处理器今年贡献营收将成长超过一倍。 法人推测,台积电今年美元营收有望达873.15亿美元, 以公司发表今年,AI营收占比较去年翻倍,达约13%以上估算。 2024年,AI营收将首度突破百亿美元,达114亿美元至123亿美元。 业界人士分析,台积电今年AI应用增长动能多元,除了广为外界熟知的辉达、苹果、AMD等大客户持续扩大下单, 各大云端服务供应商CSP积极投入自研、AI晶片,都找台积电代工, 加上博通受惠于美系云端科技、大厂加码、AI应用而配合提供更多ASIC服务, 顺势增加对台积电的头片量,都是推升台积电AI业绩的动能。 另一方面,特斯拉也加入AI算力规模提升的竞赛。 业界提到,从高效能运算角度,当前更重要是特斯拉正冲刺其超级计算机Dojo布局的后续进展, 相关算力租赁或周边服务持续升级,有望成为后续营运动能, 台积电客户持续扩充AI相关算力,同步带动台积电AI相关营收。 法人分析,台积电AI相关营收贡献,虽然相对高效能运算, 与消费电子占比仍低,相关客户多数也和既有客户重叠, 但增长潜力相当大,为实际情况,仍看终端企业采用,进度而定。 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AI晶片的最大客户, 会达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日前在一场与台湾业界同行的晚宴中发言。 他表示,会达与台湾一起成长,感谢台湾合作伙伴一路陪伴。 黄仁勋透露,辉达在超过25年前时, 在制造当时最复杂GPU Rewind 128时遇到困难, 寻求台积电帮助。 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在看到黄仁勋写给他的信之后, 直接打电话给黄仁勋。 黄仁勋强调,要制造显示卡必须买D-RAM。 然而,当时的辉达很穷, 也不知道制造显示卡的正确方式。 因此,黄仁勋当下决定, 直接到台湾请求协助。 结果台积电以及华硕、 技嘉等厂商帮助辉达, 成为全球显示卡速度最快的公司。 而张忠谋与黄仁勋的深厚友谊, 从2017年,张忠谋亲自出席黄仁勋 或扬明交大颁赠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 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张忠谋在典礼致辞时, 就曾经表示, 自己与黄仁勋已认识近25年, 当初是因黄仁勋找上台积电, 希望可以集台积电在晶圆代工上的实力, 一起开发晶片,并交由台积电生产, 使双方开始建立其友谊。 随着后来个人电脑产业成长, 辉达逐渐摆脱了竞争对手牵制, 成长到目前全球最大的显示晶片, GPU供应商。 当时张忠谋还曾经神预言地指出, 接下来在人工智慧产业上, 相信会是辉达下一波增长的主要动能。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 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